平面的 教杉,會不會用XXK 衝平面的 就是把它用成那個不同 就是改那個XYZ的 orientation,XXK 然後就把那個Z軸的那個高度變高一點 然後變形教杉,你知道變形我們不是有1維跟2維跟3維嗎 有平面的就不能變3維了 平面它的C軸方向就是有真空層嘛 然後1維的話你就去變一下A軸 2維的話就是AB軸 3維的話你就把它用緊緻碼掉 它最後就不會出來3維了 就是要有一個真空層耶 對對對 那可能全部都要這樣做 反正你 就是 就擺到附路嘛 哦就是 反正到時候 來得及就擺 來不及又 就說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些 那我昨天就先秀就是 單獨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不然它就這樣 走 就是之後我在趕 對 然後 就是目前那個 那個 金主中心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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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掉也已經穩定 就是 現在跑出來的 對 可是我剛 欸 等一下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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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現在好像又不穩定 因為我現在就是 跑到兩千多K的時候 它就會又變成 像這樣 這是 這是 舊版的 喔 對 OK 可是 這個是什麼 Label 沒有沒有 這是 我最後那個 跑NPT的 可是我 我 就是 我那個時候 這個到Iteration 1的時候 它是 跑出來是可以穩定的 但是現在變成你有2的時候 它就不穩定 對 對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這樣 欸 沒關係 還是我先這樣 然後我再去RUN新版 然後 新版 然後 DP的結構也是要去RUN一下變形的 喔 就是每一個結構都去RUN一下變形的 對對對 好 OK 反正就是有系統 P式去RUN啊 OK 然後 欸 反正這個計畫到12月底啊 有 OK 慢慢RUN吧 然後 再來是 然後就是 我有看到一些Kell是 他是說 就是 BCC的材料 他是沒有遵守那個 就是 私密的這個定義 所以 就是 他可能就是要用 剛才給老師看的那個圖地解釋 就是 鑽金的行程 OK 然後 我跨出來圖 就是 就是 跟他 跟他 跟他實驗值是 跟他上面的那個趨勢是差不多 所以就是 那個 Stakeable Energy 然後 好像 就可以證明他的鑽金有 他的鑽金 就是 右邊這個是BCC的 然後 就是 他就是從這個去證明他的鑽金的存在 對 所以 因為他 他沒有遵守 一條線是 怎麼證明 就是 他這個 Stakeable Energy 的那個 去證明他鑽金的那個 對 不是 這一條線 從哪裡看出來 他是有 鑽金嗎 對 Twinning 呃 這我可能要再看一下 因為 因為 我有那個 Data檔 他的那個 看一下 我懷疑是說有吸數跟沒有吸數的 沒有 這個是 這個是 HVA的 就是沒有吸數的 然後 他的鑽金跟FCC不太一樣 他是中間 他是 阿樂的結 他 他就是中間這邊會有一條 然後就是 BCC的鑽金就是這樣 然後 FCC的他是 他是一條是HCP 對 就是 可能要等一條 他就是有一條 然後就是可以證明他有鑽金出現 對 這樣 對 可以放大一下 就中間就變成 就是 阿樂的結構 然後 FCC的話 他是HCP 對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可能就是 用這個圖 用剛才那個圖 去證明那個 軟性的圖形 對 這是文字當初做操作的方式嗎 對 我是用他的操作 就是人為巨 產生一個 強迫的 share 對 讓他產生這個 increasing thank you for 對 可是我的這個是trainning 對 就是應該也是一樣的意思 我看那個 trainning的話 他就是 左右兩邊對稱 對 好 ok 就是 我的數值算出來 因為他這個是DCC的 所以 算出來的數值也是 大概是兩千多這樣 所以應該算是 合理的 你要想一下 這個數值 反映 是這個材料 到底好不好 產生staking for 是不是能夠產生 軟性 因為他到 他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軟性 他配合這邊寫 就是 這個 直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軟性 對 因為這個 generalize staking for energy 是我們人為強迫 他這樣的變形過程 所以本來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喔 因為這個train 是我們強迫 上下層去 相對share 產生的啊 喔 所以不是他真實的 那個解法 他這個就是說 假設 今天我們用人為share 產生這個相對應的能量 來判斷這兩個材料 互相比較 他 distocation 產生 到底是容易還是不容易 因為這邊要快樂一個barrier 對 如果barrier很高 就表示他不太容易產生 那個 distocation 對 對 所以 你要比較兩個材料之間 對對對 因為我好像 我的材料好像就是 110取向會比較有軟性出現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材料 這一個取向 他這個就是軟性 我是看這篇paper 他是這邊有寫說 就是 他說可以計算 就是他說不能 他說沒有遵守那個slim的定律 所以他可以用那個 就是 計算 他說可以計算這個 廣義對我乘錯這個 來理解 他沒有遵守這個定律 所以他是 他是用這個 去推測他的軟性 的那個花影 OK 對 所以我是想說就是 看能不能用他的方式去 說明那個 對 好 目前 目前大概是這樣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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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